女孩骑在男人身上 随后母亲拽住男人受伤的腿用力一扯 老卡痛得从昏迷中醒来 母亲又拿来烧红的匕首 放到了她血流不止的伤口上 随着皮肉烧焦的声音传出 治疗也告一段落 可当老卡在睁眼 竟发现自己的一条小腿没了 更加诡异的是 拯救自己的女人昨天还在吃玉米糊糊 今天竟然开始吃上了烤肉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烤肉是哪里来的呢 在1876年的美国西部 一对母女生活在一个山谷之中 小乔的父亲就埋在附近的山坡上 虽然父亲死了 但是小乔每天还在做着父亲 在时要求做的家务 乔妈让她该放下就放下 但小乔认为 现在养的鸡都吃完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养 总得给自己找点试做 突然乔妈听见了不远处的枪声 立即叫小乔去拿武器准备滋味 自己则拿出了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而小乔就在骨仓拿出一把尖刀 渐渐枪声平息了 但是乔妈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拿着枪坐在门口紧卫着 几乎一夜未睡 到了第二天早上 山谷依然是那么的平静 小乔就打算去父亲的坟前拜祭一下 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在这里 他看见了一位受伤的男人老卡 吓得小乔赶紧呼唤乔妈过来看看 乔妈拿着枪走近一看 确定这个老卡还有一口气在 因为两人根本抬不动 乔妈只好吩咐小乔和他一起把老卡拖进屋里再说 老卡还遗留了一个胯包在草地上 画面一转 在荒原的另一边 四个大男人骑着马正在寻找老卡 这边的小乔想把老卡拖进旁边的房子 但是这次乔妈要把老卡拖进他们住的主屋里 加上老卡一直在流血 于是就让小乔去屋子里找出一个毛毯 然后把老卡裹进去 再拖进了主屋内 随后乔妈仔细查看了老卡的伤势 发现老卡伸中竖枪 最严重的救赎又小腿中的那一枪 乔妈决定救治老卡 就让小乔去把尖刀放进炉火里 然后让小乔跪在老卡的身上 死死地按住他 乔妈先把老卡的腿骨绑住 然后把烧红的尖刀贴上皮肉封闭伤口 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 随后乔妈回到山坡上找到了垮包 打开一看全是美刀 这在当时绝对的是一笔巨款 一般人不可能有 乔妈估计这些钱是老卡抢来的 这是小乔的呼唤声传来 原来是老卡醒了 乔妈告诉老卡自己对那些钱不感兴趣 眼看老卡不信 气得一把姜胯包扔到他腿上 这时小乔弄来了一些水给老卡喝 这个老色鬼还不忘趁机太油 自然免不了乔妈一通训斥 作为一个江湖老手 老卡知道 目前的情况最好是对母女俩坦诚一些 原来老卡和三个人一起抢了银行 那些钱都是来自银行的钱 可是在半路上 这四个人都想独吞 于是就发生了内讧 一阵枪响之后 只有老卡苏醒过来 他就把钱拿走了 拖着受伤的腿爬到这里 其中被打死的鲍勃 有个很厉害的哥哥阿迪 老卡估计他正带着人 四处寻找着自己和那些美刀 乔妈不免开始担心 自己和小乔会受到牵连 晚饭的时候 很久没吃肉的小乔提出想吃肉 但乔妈让他不要再提 目前能吃的只有玉米茶 老卡自然也只能吃这些 但很显然 老卡可吃不惯这么难吃的食物 不禁开始疑问 这对母女就靠着这些食物 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的老卡 老卡掏出手枪 威胁乔妈让小乔迁一匹马给他离开这里 却被告知 这里的最后一匹马也已经被吃掉 这里距离最近的城镇也要95英里 就凭老卡目前的情况 根本去不了 乔妈就让老卡把枪放下来 因为自己早就已经取走了子弹 作为老卡恩将仇报的行为 乔妈决定惩罚他 连玉米茶都不给他吃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床上的老卡昏睡不醒 乔妈掀开毯子一看 这才发现她的那条伤 可因为没有得到处理 已经开始化弄发炎 过了很久 老卡终于醒来 只觉得头痛欲裂 感觉好像哪里不对 掀开毯子一看 那只受伤的右下肢竟然不见了踪影 老卡崩溃的大喊大叫 发誓要杀了乔妈 没错 她的腿的确实被乔妈截肢了 理由是坏局已经出现 她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 否则老卡会死的 在她的咒骂声中 乔妈只能离开屋子多清静 被吵得实在受不了的小乔 冲进屋拿出一本书告诉卡尔 就算是在医院做节之手术 成活率也只有46% 乔妈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死旅在三后 乔妈选择妥协 告诉卡尔自己愿意徒步到附近城镇 帮她买来可以逮捕的马 塔尔这才安静了下来 但生性多疑的她 却并不相信乔妈会这么好 肯定是在贪图自己的钱财 乔妈再三保证 自己对她的钱并不感兴趣 另外 为了在那些同伴前来复仇时 有武器防身 母女俩连夜开始部署 老卡却发现他们的步枪已经损坏了 顺口告诉他们 自己杀死的同伴 正好有一把做工精良的步枪 殊不知 她的一句无心之言 给了小乔不小的震撼 半夜 她趁母亲睡着后偷偷溜了出去 只要能找到他们内讧的地点 就可以拿到那把步枪 第二天 乔妈醒来发现小乔不见了 找了一圈寒室不见人 于是返回屋子把老卡臭骂了一顿 发誓要是小乔没有回来 她肯定会杀了老卡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小乔竟然根据老卡的描述 真的找到了他之前驻扎的营地 然而就在小乔拿走步枪时 没死透的大撞醒了过来 没想到小乔也是一名狠角色 下手后不手软 然后拿上两支步枪就往回赶 不久阿迪带着手下也发现了内讧的弟弟 另一边乔妈正在准备午餐 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竟然把玉米茶换成了肉 烤肉的香味让老卡顿时心情大好 但也难免有些疑惑 前几天顿顿都是玉米茶 怎么今天又有肉吃了 乔妈表示 这是他们储存最后的肉 可以跟老卡一起分享 但是小乔回来以后 要求老卡不要乱说 老卡嘴上答应了 但吃的时候又开始品头论足 一旁的乔妈若有所思 接着把没吃完的肉全都给了老卡 与此同时 小乔拿着沉重的步枪艰难地走着 而他走过的地方 明显留下了脚印或痕迹 阿迪等四人来到内讧的地点 他对弟弟的死表示了哀悼 另外大傻发现一块石头上有心筋的血液 也就是说大壮才死去没多久 接着大傻又看见 有人中枪后爬着离开这里的痕迹 然后他们根据现场汉飞倒地死狼姿势大致判断 只有老卡活了下来 而且是前天带着钱离开这里的 至于这个最新的痕迹 表明有人是在今天特意拿走了步枪 就在这时 二傻就去脱掉鲍博的鞋子 这下把阿迪惹火了 抬手就是一枪以示警告 听到枪声的母女俩和老卡都吓坏了 小乔立刻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乔妈也迅速开始做防御准备工作 还特意给老卡准备了一个插字做成的简易拐杖 乔妈告诉老卡 她和丈夫当年建立这个农场 就是为了逃离红尘 她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 为此 乔妈的父亲还特意雇佣枪手逼迫她离开 枪手不慎开枪打死了她的丈夫 而悲愤交加的乔妈则割断了枪手的喉咙 老卡听完这才知道乔妈可不好惹 乔妈把装好子弹的左轮手枪还给了老卡 然后把屋子的门窗全部关好 制造出这里没人的假象 与此同时 大傻一路寻着小乔的痕迹追了上来 就差一步之遥就要抓到她时 被小乔成功逃脱并躲进了骨仓 可小乔毕竟是一介弱女子 怎能扛住大傻的撞击 大傻持刀抵住小乔的脖子 让她保持安静 并告知老卡是否在这里 小乔全程没有说话 但手可没有闲着 这下好了 双方各中一枪 大傻被打伤了胳膊和脚拇指 而小乔则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好在关键时刻老塔出手 这才给乔妈返回屋中的机会 此时两人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为枪声已经惊动了 正朝这边赶来的其他人 大傻有恃无恐地告知 自己已经杀了小乔 得知女儿的死讯 乔妈也彻底黑化 只见他将枪口对准了老卡 要求他接下来必须全力以赴 弥补自己给母女俩带来的伤害 此时阿迪赶来发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迪在暗我在明 贸然进攻显然不是上策 于是他们躲在山脊 出事图谈判 声称只要抢妈把钱交出来 就不会伤害任何人 听闻此言 巧妈拿起了装钱的包 却大出了里面的钞票 网包里装起了杂物 急着将包扔出了屋外 阿迪这是命令离得最近的大傻 去检查夸包 大傻只好照做 很快也发现了钱并不在里面 巧妈这时大喊着让大傻放下配枪 出于自保 大傻只能照做 可下一秒 原来小乔刚刚只是被震晕了过去 如今他面对麒麟自己的人 自然不会手软 两枪直接送走了大傻 意识到被骗的阿迪 带着同伴也展开了反击 这是二傻过来报告 他们的马匹受到枪声惊吓跑掉了 殊不知忘了躲避的自己 已经成为活靶子 阿迪也毫不留情地 补了一枪送走这个猪队友 如今局势彻底扭转 杀手小队已经只剩下了两人 没有了优势的 他们决定选择进行夜袭 lot you're gonna do is get your fool self killed better not let me down 那是很棒的 在那里 你会 幸运的是 母女俩在夜色掩护下躲过子弹 成功逃回人屋子里 借此摸清楚屋中底细的阿迪决定直接闯入 打晕了后门处的乔猫 马克则被早有准备的老卡一枪命中 也因此耗尽了最后一颗子弹 被阿迪一枪射到 看到母亲失去了意识 小乔伤心地哭了起来 阿迪却在此刻对这个无助的少女动心了 就在她欲行破轨之事时 醒来的乔妈已收掉钞票为威胁救下了小乔 眼看一捆捆钞票被乔妈继续往火炉里扔 忍无可忍的阿迪眼看就要开枪 原来是老卡及时出手相助 用那把插子彻底解决了危机 原来老卡中枪时 衣服里的幸运硬币救了他一命 母女俩因此对老卡充满了感激 重伤的老卡倒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 乔妈淡定表示 很感谢老卡给自己带来了美味 以及追杀来的那些人 一定会帮助他和小乔度过这个冬天 刚要说些什么时 就被小乔抹了脖子 第二天 母女俩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乔妈在厨房中制作着过冬的食物 因为母女俩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 老卡才得以有了一个坟墓 守寡两年的女人突然意识到 自己参战归家的丈夫居然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 双腿丧失了行动能力 尽管妻子面对家人谦言欢笑 但此刻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失落 回到客房 她努力在丈夫面前抱有医治的希望 可当从丈夫口中得知 她已经丧失男人的本能后 女人犹如晴天霹雳愣在了原地 这就是前后被八次改编成电影的禁书之一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来自英国小说家戴赫劳伦斯的婉淫之作 她叫康依 一个宛如古典游画中走出的优雅贵妇 同时也是文学时尚被受争议的初强女性 她的生活仿佛被笼罩在阴霾之下 只因家中丈夫的瘫痪让她失去了生活的欢愉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猪弄人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康依瞥见了守灵人那充满野心的上半身 那一刻女人眼中的热情如火焰般燃烧 无法掩饰她对纳阳刚之躯的深深向往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 那个时代贫富差距极为悬殊 在幽暗深邃的矿洞中 穷人们为了生计心情劳作 然而一次剧烈的震动和联名不断地求救生华破了年纪 矿难发生了 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事故 十八名矿工中仅有一人得以生还 这些矿工大多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 他们的离世让妻儿陷入更加沉重的绝望之中 与此同时 康依作为贵族出身的女孩生活却截然不同 她从小喜欢读书渴望之时 与男孩子交谈时也领略到了爱情的甜美 你怎么在买的夜晚 我之前没有见过你 不是,这是我第一次 我 你怎么在买的夜晚 我现在 可命运却让她早早地嫁给了查泰来爵士 新婚之后 爵士便匆匆奔赴战场 却不幸被诈成了重伤 虽然以伤员身份返回了家乡 但下半身终身残废 只能依靠了义和仆人艰难地活着 然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 她的男性本能也逐渐开始消失 但作为拥有铁矿和尊贵身份的人 她难以接受不健全的自己 好在康依及时出现阻止了她 她趴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哭喊 分不清妻子这到底是爱还是同情 康依看着这一切 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她决心用自己真挚的情感和无尽的爱意 去抚慰丈夫受伤的心灵 但她也深刻地明白 自己余生的日子将变得漫长而又孤寂 承受苦行僧般的生活 即使这样 她也愿意留在丈夫身边守护她支持她 然而康依心中的本能欲望却如同野火一般 无法在平静的生活中得到体谅 让她感到如此痛苦和煎熬 可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 在与丈夫午后的散步中 康依的生活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他们遇见了新来的守灵人梅勒斯 这个男人与众不同 严与稀少眼神麻木 对所有人都保持着冰冷的距离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奇怪之人 却意外吸引了查太来爵士的注意 对所有人都保持着冰冷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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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like her intimacy Now you're being ridiculous You know what I mean I don't regard them as menial In which regard, I will be visiting the colliery today I should be at your side The colliery is no place for a lady I don't know 然而在抗逆心底里 她却对那些粗鲁的语言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收到梅勒斯的道歉信后 她的这种念头更加强烈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在隔天穿着精美的刺绣套装 满怀期待地来到梅勒斯的小屋 却要然间看到了梅勒斯裸露的伤身 那阳刚直取让她心跳加速 眼神中充满了疯狂的向往 随后她双手交叉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梅勒斯 希望能与她有更亲密的接触 然而男人却始终保持着与她的距离 她一脸素目 仿佛对康一的接近并不感兴趣 康一忍不住调侃 自己来这里是想画画的 几句是叹性的话让梅勒斯无言以对 而女人眼眸中也略显失望 她愤然起身准备离去 康一仿佛对男人回应的话有些愤态 可突然下起的大雨又让她回家的想法举步为奸 在男人无奈的默许下 康一只能跟随对方的脚步 来到梅勒斯的小屋里进行避雨 随后她赶紧脱下了被打湿的外套 里面是一件花边点缀的白色衬衫 她快步走向火炉与梅勒斯一同取暖 可注意到康一被雨水打湿后更嫌曼妙的身姿 梅勒斯却刻意保持距离 用一块布料巧妙地隔开了两人 既尊重了康一的隐私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康一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的无奈与苦衷 于是在雨停后带着落寞的心情默然离去 然而这一天的经历 让康一更加渴望得到丈夫的安慰与帮助 但令她失望的是 丈夫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从那时起 康一似乎下定了决心 她开始四处打听守灵人的故事 试图了解更多关于梅勒斯的过去 她逐渐了解到梅勒斯曾经上过前线 甚至得到了上校的赏识 有着晋升高官的机会 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 本应是人生赢家 然而她却有着不幸的婚姻 妻子的背叛让她深深陷入谷底 可即便这样 依然未选择离婚 尽管梅勒斯可以选择一份收入丰厚且地位显赫的职业 但她却甘愿选择这份收入微薄的守灵人工作 这背后使她对远离人群追求宁静生活的深切渴望 于是康尼开始频繁地前往小树林散步 心中充满了对那种奇妙相遇的渴望 她的举动似乎被守灵人敏锐地察觉到了 并将夫人的这些行为视为一种微妙的暗示 我喜欢一种微妙的 我认为一种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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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间破旧的小木屋里 这对失去往日安慰的孤男寡女逐渐升温 时间仿佛化作了汗水 悄然从两具温热的肌肤间渗出 直到黄昏的余晖洒落 他们像恋人般穿行在芦苇丛生的密林 又在背音的树下一衣不舍的道别 然而命运却在此刻为他们布下了更加悲剧的伏笔 在经历了一次次电疗的折磨后 丈夫终于无法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他深感自己以尽力而为 对康依既感到亏欠又无比的依赖 甚至为了报答妻子的付出 竟说服自己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允许康依有私生子 然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 让妻子发誓永远不要离开他 这个决定让两人的关系 变得极为复杂 康依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挣扎 他既想满足丈夫的愿望 又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 而查太来爵士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顶管守灵人的身份低微 但他却无法自拔地陷入其中 最终在身体的本能驱使下 康依毅然决然地朝着守灵人的方向奔去 画面一转 查太来爵士在挣扎了许久之后 决定举办一场宴会 他特意邀请了康依读书时的初恋情人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妻子 让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两人手牵手步入舞池的那一刻 他孤独地坐在轮椅上 目光充满了无限遗憾和失落 我无法真正体会到他此刻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然而更令人心碎的是 此时的康依已经怀有了身孕 当他将这个喜讯告诉丈夫时 男人的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虚假的笑容 丈夫向妻子许下了承诺 将来一定会像亲生骨肉般对待孩子 但内心无法避免好奇和嫉妒 渴望知道那个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汤尼看出了他内心的挣扎和不安 可透露手灵人的身份是很危险的 他只好轻描淡写地告知会谨慎安排好一切 但事情已经发展至此 爵士也只好像是人宣告后继有人的喜讯 可这一消息在康依耳中 却犹如惊雷让他心神不宁 因为身处19世纪末的英国 社会阶级壁垒森严 梅勒斯曾带康依见识过他所生活的世界 那里的人对女性极不友好 康依渴望站出来给予不尊重者应有的教训 然而守灵人对此却早已习惯 你能够是康依的康依或是女性 你能够是两人 联想到这里 康依有些害怕了 于是他连夜去寻找守灵人 希望能与对方做最后的告别 然而这一切却被窗前的女佣看得一清二楚 次日清缠 女佣怀着复杂的心情悄悄来到守灵人的小屋 并在台阶上发现了一本日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守灵人与夫人的种种故事 与此同时 在查太莱家族宣布拥有后代的宴会上 康依的表姐开玩笑地问她 在那个时代 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 然而当康依向表姐透露 她背后的男人并非贵族时 表姐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应该看到你的脸 而另一边 女佣沉重地将那本日记递给了爵士 她的身份并非简单的女佣 而是影片开头那位因矿难失去亲人的工人家属 而那家矿场正是查太莱爵士的产业 多年来她忍受着丧亲之痛默默寻找着报酬的机会 原来当年爵士把矿难的责任全都推给受害者 导致他们家属能拿到的赔偿金非常少 在得知这个秘密后 丈夫将妻子独自叫出了屋外 此时她感觉天都塌了 这句话意味着孩子可以留下来 但孩子的父亲并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然而女佣的报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她故意散播夫人和守灵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让整个小镇都知道了这个丑闻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 爵士不得不派出手下对守灵人进行围剿 而下一个目标就是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当康尼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 她疯狂地朝着守灵人的方向跑去 但当她到达那里时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直到此刻她才恍然大悟 内心深处可能早已对梅勒斯产生了真挚的爱意 然而幸运的是 梅勒斯极致地避开了危险 他们深切地拥抱在一起 或许这次相见将会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梅勒斯决定独自承担接下来的一切 可康尼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置身于危险之中呢 看着康尼如此坚决的眼神 守灵人的内心也涌起了一股不甘 她迅速追上前去 站在了那个挂满泪珠的女人面前 这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 说出了那句从未敢说出口的三个字 于是康尼决定向丈夫坦白一切 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 但此时的爵士确实向 到面面对梅勒斯 面对丈夫的坚持 无助的康尼也只能答应了她的要求 但当守灵人真的出现在爵士面前时 查泰莱无法压抑的情绪也随之爆发 面对爵士的讽刺和侮辱 梅勒斯毫不客气地给予回应 就在康尼和守灵人携手离开的那一刻 查泰莱用尽全身力气宠他们高喊 她是你的 而我的 我的是世界 影片的结尾并未交代两人过上怎样的生活 或许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一个悬念 可我总在想 作者给予了康尼追求自由跨越阶级的爱情 但他们在一起之后 能不能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 能不能顶住社会世俗舆论的压力 能不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平平安安走完爱情的旅程呢 摄影师在给人拍照时 明明已经找好了角度 却故意要让男人往左移动一点 再往左移动一点点 接着只听见他搭一声脆响 女孩还以为是拍好了 结果他却连忙表示自己并没有按下快门键 刚刚的声响是才中地雷时发出的 男人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这里是旅游景点怎么可能会有地雷 随后他就小心翼翼地扒开了男人脚下的草堆 结果下面真的有一颗地雷 这下男人是彻底的慌晚 正当三人不知如何是好时 一旁的摄影师却让他们不用担心 表示自己认识地雷专家 现在就找他们过来帮忙 只是这一去一回要整整四个小时 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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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两个人在那里 OK? OK? 你就是我的最好的男人 明白吗? 我认识它应该是另一回来的 OK? OK? 那应该会有事 但转头他却来到了一个山丘旁 拿出望远镜开始观察起下面的一举一动来 这时男人的朋友大围警联系上了地雷专家 一旁的女孩听后开心得不得了 还以为男人终于能得救了 可下一秒她却表示地雷专家不愿意过来 她说他们没有救死人 什么? 他们没有救死人 大围并没有解释 而是禁止来到了男人这里 他们说什么? 我们有个真正的心 这是一场 这是一场 这不是一场 这不是一场 我感觉这个谈谈是远远的 你提出了 拜托 拜托 你能不能明白 我明白 你看 有什么你不明白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男人 问他就不好奇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颗地雷吗 说着说着他就从树林里拿出了一个铁枪 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中一把插进了土里 坦然表示地雷就是自己埋的 原来女孩是大为的未婚妻 但他喜欢的却是对方的朋友 因为抑制不了心中的欲望 便和男人出轨了 事后男人还将一切都告诉给了大为 毕竟他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因为当时他听后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便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对方是在等这么一个机会 这时男人却突然笑了起来 心心满满地表示这颗地雷一定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你根本就不敢在我身边这么肆无忌惮地晃悠 大为听后不慌不忙地从地上拽出一根链子 随后他就告诉对方 刚刚确实不会爆炸 但现在就不一定了 保险栓已经被我拔掉了 你还肯求大为放过他 可女孩也是这样在一男人 大为就越生气 紧接着他便直接将保险拴连同铁链 一起扔到了树林里面 说完这些他变头也不回的潮树林里走去 摄影师也一直在等着他 还特意挑了这么一个好地方看戏 可大为却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兴趣看他俩在这里秀恩爱 现在应该去镇上好好享受一番 随后两人便心心地离开了 这时另一边的女孩也把保险栓找了回来 就在男人以为自己可以得救了时 他手中的保险栓却怎么插也插不进去了 就算是能插进去 女孩也不敢确定地雷就不会爆炸 毕竟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就在两人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猎人 他们本以为是来了一个救星 却没想到这才是两人噩梦的开始 对方见女孩举着铁锹 还以为她是要伤害自己的狗狗 便赶紧拿枪瞄准了两人 女孩见状赶紧解释 是自己的朋友踩到了地位 害怕狗狗会撞到他所以才会拿铁锹驱赶 猎人听后不由的一笑 表示自己在这座山上打了十几年的猎 从来就没听说过这里有地雷的 不过她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猎枪 当得知女孩要挖一个大坑让男人跳进去时 她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她还是从雨海手中接过了铁锹 不过她还是从雨海手中接过了铁锹 可下1秒 男人的无动于衷让猎人终于相信 她是真的踩中了地雷 更重要的是 不管自己接下来做出什么举动 她都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而问起她为什么会踩到地雷时 她听后顿时来了兴趣 又连忙追问她男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 女孩当然不愿意说 而猎人也用起激将法 不说自己就立刻离开 这让猎人更加有了兴趣 她便以此来要挟女孩 如果想要自己帮忙就必须送点东西 为了拯救男人 女孩只好答应了她 却没想到这个家伙竟从她的包里翻出了一条小裤子 但她对此并不满足 紧接着又把目光转到了她身上 我想这个 什么 我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衣旁的男人见状赶紧阻止了她 并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和银行卡 你去一个历史买买多少钱 好吗 你的资料卡 嗯 谁知下一秒猎人就把钱扔到了地上 比起新买的 她更喜欢现成的 就这样在对方的威逼利诱下 女孩只能当众脱下了小裤子 得到想要的东西后 这个家伙便拿起铁锹来到了男人身后 开始对着深空挖了起来 可你看她这哪里像是在帮忙 根本就是在演戏 就在这时一旁的对讲机竟然向了起来 女孩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有无线电 赶忙请求她联系一个地雷专家过来 要不是手机在这里没信号 他们也不会低声下棋地求猎人帮忙 可对方却再次提出无理要求 只见她从兜里拿出那件小裤子 朝旁边扔了出去 要求女孩过去捡回来 自己就交出无线电 女孩自然不会答应这种无理的要求 于是独自跑到深坑这里继续挖了起来 可这里的泥土实在是太硬了 挖了半天也只是在上面蹭掉了一点皮 还把自己累得够呛 而且男人已经在那里站了几个小时了 要不了多久 她就会坚持不住倒下去的 没办法 女孩只能按照猎人所说的 把小裤子捡了回来 好 猎人像是在玩玩具一样侮辱着女孩 这一幕被男人深深地刻在了脑子底 很快她就会因此付出代价的 终于女孩拿到了无线电 却没想到对方根本就听不懂英语 这时猎人又提出自己可以帮忙翻译 但前提是要玩一个游戏 那就是自己每翻译一句 女孩就要脱掉一件衣服 为了拯救男人 她只好答应了对方变态的请求 可说了半天 她根本就没按两人的意思去翻译 她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看到女孩失声痛哭起来 男人更加愤怒了 完了这么久 猎人也终于决定不再装下去了 直接举起手中的枪逼迫她脱掉所有的衣服 男人见状赶紧破口大骂起来 从而吸引了她的注意 然后让女孩趁机逃跑 猎人立马带上狗狗追了上去 却把枪留在了这里 这或许是两人绝地翻盘的好机会 男人赶紧拿起地上的铁链将猎枪勾了过来 这时猎人也刚好带着女孩回来了 她把刀架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虽然自己手里有了枪 但如此近的距离 她哪里敢扣动扳机 唯恐无伤到女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被她侮辱 这是一疼的狗狗突然冲过来撞倒了男人 可下一秒爆炸生病没有传来 原来这颗地雷竞真的是假的 其实大为并没有想过要杀死男人 他只是想给两人一个教训而已 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一位女孩已经在混乱中被男人误杀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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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言后 化身为游客的男人再次回到了这里 一万路为游混进了猎人家里 有一个电池站 或者我可以买一个图片吗 你有一个古典的图片吗 我可以买一个图片吗 请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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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Gregolacci 这就是肥皂 完美,谢谢你 这一定会帮助 有一个地方在这里 我可以吃东西吗 你认识在你的厕所 是很美味的 我认为我饿了 请来 哦,我认识 哇,这个是非常好 谢谢 请坐 欢迎 我认识 我认识了 你认识 在美洲 你会幸运 一个人的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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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见到男人的那一刻他震惊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竟会找上门来 但他还是在情侣面前强装镇定 可男人却表示自己要吃完饭了再走 没办法列人只好答应 毕竟现在自己的家人也在这里 他本以为男人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却没想到他吃完饭就离开了 临走前他还不忘警告对方 不要打我家人的主意 不然你的下场就跟女孩一样 男人听后并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地转身离开 可就在他走后 猎人立马就派狗狗追了上去 他认为解决这个窝囊肺 还用不着自己出手 没想到曾经 不疑 没想到 你都没做到 没想到 都没想到 就没想到 不讹 你又不怎么样 уд优优独播 你又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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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以为你要撤离 宏要您了 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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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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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抱歉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 我死了你 紧接着他就赶紧跑到仓库取下了猎枪 结果却发现子弹进步一而飞了 但 我的 猎人知道对方是来复仇的 赶忙表示当时是因为自己喝多了 所以才犯下了这些罪孽 男人听后不慌不忙拿来一瓶酒喝了下去 然后又逼着他的妻子喝 那么现在我也喝多了 接下来要是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希望你能够理解 紧接着他便拿出来一条小裤子 猎人看到后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果然下一秒 男人就把他的女儿一把拽了过来 然后让女孩当众脱下了小裤子 接着再把他扔出去让对方像狗一样的捡回来 就像当初猎人对他女朋友时那样 因为被打残了双腿 这个家伙也只能像当时的男人一样 呆呆地看着什么也做不了 随后他又把女孩捡回来的小裤子 一把塞进了猎人嘴里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男人当时的感受 不过在进入最终环节之前 男人还是把之前发生过的事都告诉了母女俩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又或者是自己的父亲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禽兽 如今该说的也都说完了 也该进入游戏环节了 只见男人将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全都取了出来 然后拿出其中一颗又重新装了回去 接下来自己每扣动一次扳机 女孩就必须脱下一件衣服 如果衣服脱完他还没有倒下 那么自己便会离开 见女孩迟迟不愿意脱 男人又开出了第三枪 在他的威胁下 女孩只能就范 可下一秒 当看到女孩倒下去的那一刻男人也震惊了 他也没想到三分之一的概率竟然就这样中了 看着眼前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 他呆呆地缩在墙角处不知如何是好 男人也明白祸不及家人的道理 犯错的是猎人 该死的也是猎人 自己也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因为一时的冲动却连累到了无辜的人 或许这辈子他都要活在忏悔之中了